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大山格林老師來演講 請大家用掌聲歡迎,謝謝 這張圖看過沒有?有看過的? 看那一百度的,有沒有? 沒有人看過 又看看這什麼時候 什麼時代的人 最近還是百幾年前還是兩百年前 五百年前的人 又看看,又一個時間 兩百幾年前嗎? 沒那麼久 你看,你在下判斷,在猜的時候 你在搖那時候,你是根據什麼? 根據我們過去的所有醫生教育嗎? 有辦法嗎? 我們過去沒有這塊 你看到刀那時候,你不知道這什麼時代的刀 聽完外的人都沒穿什麼 又不出來,我告訴你這百幾年前 1900年初期 1900年初期 那外的人是誰? 沒有人知道 那刀那看不到,我沒人說 高跟,有聽過嗎? 聽過高跟的舉手 你跟范谷一樣 你跟范谷一樣的時候 范谷知道嗎? 范谷是什麼? 有出現阿獎 要是你對合作的嗎? 大家還會記得 范谷到高跟的有一家大大廠家 曾經住在一起過 後來,後來他們個性不合分開 後來,我不要講他們 今天不是要講他們的歷史 不是講藝術史 藝術家生活都起起落落 探到錢一頓就賣不開 沒錢應該 應該後一頓就開始出茶淡飯 有一頓沒一頓 高庚這個人探到大錢一頓 還有一件事 他的財產賣賣掉 換到錢都在接受 大西地 大西地在桌上你知道嗎 太平洋裡面是一個小島 住在那裡 每一天他們有幾十多錢 他們比較大口 這裡很好用 不常說三樓吃穿沒問題 還穿很多用人給他 裡面好像自己 自己好像一個國王 整天都給他給他 照理說這就是天堂 對不對 是不是對台灣人來說這是什麼天堂 三樓都不用煩惱家庭的事情 都有人幫你給他 這一生要追求的 是這樣嗎 台灣人是這樣追求 這一生就是要這樣 我跟你說到這段 你叫你一講 你活在天堂裡面 不應該煩惱 是不是 但是他那時候有的這幅度 這幅畫就有意思 在最happy的時候 有的這幅度 他的名稱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不是名稱嗎 這我下的 叫做資源回收人 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問什麼問題 就是問他 畫畫的題目 你別的題目就是 你知道什麼叫做資源回收人嗎 有人知道嗎 知道要去拿手 你們都是第一次上初級班嗎 不錯耶 怎麼這麼好 很好 來 很好 資源回收人 我是三年多前 我創造了一個名詞 待會兒我再說什麼 資源回收人 他不會問什麼問題 他的畫的題目就是 不要問的問題 什麼 你想想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水 我們要往哪裡去 英文叫做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時間掉是1897年 我會去哪裡 過三年多 一千五年一年 當台灣人的家情都沒有問題 你也要問什麼問題 台灣人家家情都沒有問題 像現在嘛 你家情有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有頭路可以做 有什麼 你就搬照 後來他就要問這個問題 我是水 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我要往哪裡去 你難道要問這個問題 台灣人是什麼人 我們從哪裡來 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要往哪裡去 但是資源回收人 不會去問這個問題 我們就跟他講過事 以前以前開始講起 以前是多久以前 六萬年前 為什麼六萬年前 以前沒辦法說 因為六萬年前是人類 現在大 我要洗乾 所有人類開始是六萬年前 有人說沒有 我以前遇到五十萬年 什麼北京園人 什麼山頂洞人 什麼尼安德塔人 有聽到嗎 那種人的DNA 今天都不存在世界上 滅掉了 沒了 現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人的DNA 其實只有六萬年前 對港節所在找出來 都要回酒 這DNA嘛 因為現在科技很發達 沒有了 全世界上人的DNA 全世界 六萬年前 一對男女 在回酒的人生出來 那是出味 那就是出味 過去幾萬年來 人生活的形式都是一種 叫什麼 這叫部落形式 Tribe Tribe就是部落 下面是部落你知道嗎 高砂族部落有沒有 部落有什麼意思 部落有什麼意思 就是 很多家庭 家庭就是北部嬰兒 大道庭 為了什麼理由住在一起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種植範圍 還是水源地 這樣做根據地 大道庭 在同樣一個地方 就很多部落在一起 世界上各個地方 適合人生存的地方 都會部落存在 過期都是很多部落 部落 如果 都自己有自己的範圍 那燒燥到會怎樣 燒爬 為什麼要燒爬 怕說他把你唱 還是不是 你就要把它唱 要把它翻過來 一定是這樣 不然就和好翻過來 是不是這樣 不然就彈河 就翻過來 一定是這樣 紛紛擾擾 對不對 那燥到一定會唱 如果燒爬的時候 會燒爬的 會燒爬的 會怎麼抬 有看到照片嗎 這是怎麼抬 都會全部滅掉 過去部落和部落在裡面 燒爬一定是全滅 沒有自己老的 要抬一抬一抬 為什麼 為什麼要把它殺光 老弱婦孺 動物全補抬之後 動物是不一定 但是一定才把它清潔溜溜 為什麼 怕你補修嘛 怕你補修嘛 怕你有一天 裡面的 女婦帶幾年 頭髮去 給你老狗去 過幾年了 那個大人 騎著 又生團 又變大軸 又倒過來再打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嘛 所以要抬就抬起來 抬起來 以美有後患 但是久起來這樣不對 因為這樣抬起來 都土地變大了 還是要人去種啊 你的土地變大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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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來做什麼 留著老弱父母做什麼 做工作 做努力 每天就是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所有人類 人類自古以來就是過幾個日子 過幾個萬年 你說現在有國家 其實那是最近幾千年的事情 人幾萬年以來是都部落 這樣抬起來 這就是錢 就是在餐裡面 努力工作 賺錢時間 給豬人 那叫做努力 努力 努力 努力就沒有頭的人 為什麼 他本來孝宗的部落給我們抬起來 他現在沒有孝宗 好像一個動物 全養著 在那裡看過 過去就是這樣 對不對 修台 以前的部落有幾種情況 部落存在讓我們宗教擺 拜他們的神 因為人類能力有限 都有超過人能力範圍的 所以創造不同的神子擺 所以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以後的統治手段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個動作叫做斬首行動 你最近不是看回教 IS 動不動把他們頭這樣抬起來 那是很原始 本來人類就是這樣開始 不管是亞洲 你說的很殘忍 其實每一個國家都做一樣事情 把對方的手沒頭了 抬起來 他的宗教原心事 透過什麼方法 這什麼 宗教 譬如說 以前的中東地方 兩個部落的手臺 一個部落的擺的神 叫做 尼羅河的苦衣 鱷魚 他的神叫做鱷魚 苦衣 他擺的神是這樣 另外一組擺的是什麼 鱷魚 鱷魚 眼鏡蛇 你什麼叫眼鏡蛇 鱷魚 這兩兵擺的神 燒住到 不是一開始有無路 先跟人對方說我們的神比較大 我們的神不比我們贏這個 贏你們 過期都是這樣 先校正 說我們的神比較大 然後如果是鱷魚打贏之後 鱷魚會對那個 那些 拜 飯吃錢的人說什麼 你的神比較後 對不對 要把你的台料 你們拜之後 把你的神都燒掉 不能再拜你的神 對不對 我把你剩下的資源 逃得掉 比較用的那些台料 剩下的人 歸到你的名下之後 你要要求對方什麼 不准再拜你的神 都燒掉 不然你如果有一天 你如果說我的神跟他神不一樣 表示我過去是跟你不一樣 有一天會起反叛之心 對不對 我當然是跟你的神別掉 再來一個 美言 你的族被滅掉以後 不准再說你們族的語言 一定是這樣要求的 也不是 你如果繼續說你的話 你就知道你跟他不一樣 他是要跟你收編的 你努力一半就要叫主人說的 再來什麼 姓氏 你現在台灣人用的氏 都是過去人送給你的 我們本地的氏不是這樣 本地都要台灣人的生什麼出來 這有點像在印度的姓名制度 阿公的加上爸爸的名字 和你自己的名字 比如說Peter John Rock Peter阿公 John爸爸 你的名字叫Rock 你生一個小孩叫water 你生一個小孩叫water 名字叫什麼 你小孩叫什麼 John Rockwater 再黏著火 頂著火 頂著去掉 三代 想到三代是什麼 過去人平均送率不長 三代主要是目的是什麼 對財產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你阿公的名字 所以到三代就夠了 這姓氏制度到印度 今天還有一件姓氏制度 到二三代 可能是一代 你說生日沒生日 那些都是中國來的 他過去台灣人把通地200多年 你通地都要輸誰 示給你姓氏 我每天再看 這簡單的一個圖給你們看 這幾萬年前 本來是部落的形式 MEG4我待會兒再說什麼 剛才來大都王國 我現在也說台灣 佛摩沙這個島 過去的歷史是這樣 我時間給他留到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 台灣這個初期才開始 剛才有人 這是DNA研究的結果 待會兒再說越多 再來大都王國 那就是大的部落 直到什麼時候 直到十五、十六世紀一順 十五、十四世紀一順 再開始有什麼事情 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 跟你殖民 為什麼到十五、十六世紀再開始 因為那時候人類航海技術 都說可以橫跨一個海洋到你這裡來 那種人叫什麼名字 我給你一個名字叫Predator 掠奪者 Predator掠奪者是什麼意思 說得難聽就是 女兒對女兒有性需求 不需要跟你結婚 對你語取語求 結婚就是要對你負責任 他不想替你負責任 所以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也是一樣 他目的就是要掠奪你的資源 把你拿到後面回去 你就放死命給他掙錢 時間夠給他抽回來 那就是掠奪者 殖民地對被殖民地的人 就是這種態度 如果出什麼事情 不願意負責任 殖民地的人 如果說瘟疫 或死一大堆 他也不會負責任 那死是你們家的人 這也不是我們的人 對吧 過去大清帝國 那時候 美國的軍艦 在我們的屏東 外海擱淺 結果我們五三組的人 都會准定給人家的人 拿出來 那是違反 國際法的 但是我們五三組的人不知道 都拿出來 結果美國人到大清帝國去抗議 你們的法官把我們台師 你來負責 大清你有沒有說什麼 這不是我們的人 我們不在管這的人 這是化外之民 法語不法由貴國之才之 你要做什麼就隨著你 那就表示我是殖民者 你是殖民地的人 出生的事情 我們不定於負責任 不是這樣 告訴你 很多不同的 就跟所謂掠奪者 之間也會爭執 對吧 大清你有沒有跟西班牙荷蘭 就打來打去 大清我比較近 對嗎 那個人比較準 比較多 把西班牙荷蘭 限制他的範圍 雖然西班牙荷蘭很強 但是這是最近的事 到最後 誰人最大 大日本帝國打贏 對吧 是不是 後來打 日清戰爭 打敗了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輸了 割地賠款 割哪裡 割 佛摩莎 跟佩斯卡特 我想說 用佛摩莎 不講台灣 台灣是大清帝國的好的 以前 最早期台灣這個土地的名字 是佛土甲人好的 叫佛摩莎 再來 這不一樣 在大日本帝國手裡面 他幫你建構主權 這是什麼意思 這次來 不是要幫你冷爹的 不是欺負你的 這次來回來 有點像男生對女生追求 我送你花 請你吃飯 送漂亮衣服給你穿的 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亮 最後目的是什麼 要幫你搶一門 幫你娶你進來 所以做這個動作 所以1945年的4月1號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什麼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個動作就是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 台灣這個土地的性質都改變了 本來是用吞塔的殖民地 現在不是 譬如說人家 日本帝國的領土 領土 變成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過去都是暫時性的 那些不是 到這時候才是建構這個東西 有人說 欸 既然我已經結婚了 為什麼現在是白人給我管 為什麼是中華民國流行政務給我管 不好意思 那時候大日本帝國還輸一次 輸到美國 有沒有 就是這樣我們輸給美國 結果美國這個 這個國家很優秀 把過去跟你招牌 再帶回來 再帶回來 再帶一次 就把中華民國流行政務 帶來台灣 再帶我們統帝一次 支那人再來一次 但是我覺得這是暫時性 Panbury 不是英冠 英萬 永遠的禁止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現在發力出來 這個系統都要出去了 過去就是用信氏原宗教 以前中華人來做幾個月 開什麼開廟 開廟 抽水潭屋 就做這幾樣事情 都要管 今天沒要說這麼多 但是現在被信氏保護照 叫做餘虐 餘虐 餘虐是什麼 觀點不願意改變 產生所謂的餘虐 餘虐是什麼東西 就是以前比如說 本來民調 在關台灣 後來換大清 對吧 一堆以前民調管的人 就不會 反清復明 對吧 你知道嗎 換日本人 不會讓日本人管 就變成 反日復清 對吧 就變這種人 就愚昧 對吧 他的觀點不願意改變 對吧 我剛才說魔頭的人 你有看到這種人嗎 這Superman 超人 你知道超人是什麼嗎 你有看到電影嗎 Superman Superman你看那麼多 不可以看到魔頭的Superman 但是我跟你說 魔頭的人可能很用 可能功能齊全 還有超人的能力 但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就叫做 這款Superman Rman 這Xman 這個Rman 自古以來的戰爭 都是生存戰爭 戰爭之後 會產生大量的資源回收人 為什麼叫資源回收呢 不過這名字怎麼造出來 本來去要用台的 對不對 本來部落之間戰爭 最後要殺人 殺人我剛才講 剩下老弱婦孺 本來是要用台的 叫做東南水雄 本來要彈的本書 叫做東南水雄 是不是資源回收 那些人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就是這種 大量的資源回收人 簡稱這群無頭的人 叫Rman Rman Rman是有記憶力的 你雖然沒頭 但是你有記憶力 他記憶力多久你知道嗎 資源回收人 有記憶力 記憶力多久 我跟你說 洪仲秋的案子 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搜索月朝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阿帕奇朝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為什麼 媒體在報的時候他就記得 媒體不報就忘記了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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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人 百姓就是這樣子 他的記憶力 按照媒體 他講多久 他就是多久 黃色小阿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阿媒體如果沒有報 這件事就當作不下去了 所以現在很容易操作資源回收人 他興起一個新的議題 在中間做捷運 鋼匹六個 大家就不去注意那個 阿帕奇的事情出來 大家就不會去收稅油的事情了 所以Costco開始那個 林鋒爺的牛奶還跑出來 是不是 是啊 牛奶又跑回來 阿 本來要滅定 到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所以這群資源回收人 記憶力就是媒體告訴你 媒體就是你的主人 那個鋼匹也很有名的 資源回收城 叫什麼 香港 對吧 香港為什麼是資源回收城 裡面都住的都是資源回收人 因為過去 台英中國輸給 台英國 台英國 利誤給他 就捉香港給他 英國拿到 派一個總督去 香港人就努力的 每天吃飯睡覺唱歌 中一個系統 時間搞 總督抽稅 搞英國女房 沒錯 香港人不需要知道太多 他真的沒有效忠對象 他每天就是過生活 直到中國收到回來1997 收回來 中國收這個人 江澤民說什麼 舞照跳 馬照跑 意思是說繼續生理的 時間到了 我給他跳下去 本來香港要做做台灣的樣板 現在台灣他收的不是他的 他就不需要再做樣板 一國就不會兩制 一國一制 一國一制的話 香港人來唱什麼 中華人民解放軍的軍歌 做英國歌 就開始講中文 所有人都要蓋 香港人賣錢 很客氣 一大堆人就贊中其中 抗議 贊中的時候記者就問說 你們這群年輕人為什麼要抗議 我們不喜歡被這些人管 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說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投我們沒有投 你知道嗎 總督當然有投 總督 效忠都認為是中國 北京 你這土地本來是中國的 你是不是收到回來 叫你講中文 順順好 本來就應該這樣 你沒有資源回收 沒有投的 看到有投的 撞不住了 抗議 你知道沒有投的人做事 也是無頭無腦 所以一前戰終情動開始 我會說這會不了了之 你這群人不曉得他在訴求什麼 每天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 沒有投的人怎麼知道要做什麼 絕對不知道 所以最後就是不了了之 資源回收的人都做 就像無頭無腦的事情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很適合你們去想 我會說有投就是這樣子 主宰行為的終極準則叫做 根據什麼 我會說你們來就是要做官 做官下面要管人 台灣民政務在四千人 四千人要管兩千萬人 一個人要管多少 其實至少五六十萬人 你們裡面在座每個人 下面突然五六十萬人 你是不是要管 過去我們官家管幾個人 你連自己都管不好 你現在就管四五十萬人 所以一定要給你方法 是不是 你們誰是企業主 有家哪一家公司 超過一萬人的員工 沒有啊 現在你代表四五十萬人 你準備要做什麼 來 所以我們要給你分類 我尬你怎麼分類 四五十萬人突然到你下面 你要把人分類 人分這三類 基本上以後越分越細 來 根據他行為主宰的 來分這三類 最多的 這跟動物一樣 跟動物一樣 再來 沒頭的人 資源回收人 上面有頭的人 這只佔人口的百分之0.01 很少 這跟百分之60 這百分之40 OK 沒有壓力 脅迫或外力 精神洗腦這樣 人們按照天生本性 自由選擇的結果 跟這個就產生了 最多的 這跟動物一樣 什麼叫動物 我現在說人 人的行為跟動物一樣 你知道動物是什麼 吃肉就乖乖乖 如果吃沒肉就很壞 對吧 那動物 動物就是根據原始的本人 來從事他的行為 來從事他的行為 肉都腰下去裂死 對吧 吃肉就效果 這就是動物 你看看 過期 高雄那些年輕人 晚上還沒睡 騎桌子去樓上去 搏 陌生人不知道 肚子都這樣搏下去 警察跟他抓著 他說為什麼這樣做 不知道 送 怎麼會講這話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說 這罐就跟動物一樣的年輕人 因為他的烈食的本性 造出來一尊 他沒辦法控制他本人 他就要去做這件事 做了感覺舒服 就跟動物一樣 對吧 這罐人看著我 那個小弟哥的 因為他主宰他行為的東西 是本能 動物的本能 動物很多款 動物如果我過去有七個 我第一種 第一代的配種 就是狼跟狗 跟家 家裡面養的狗混的第一代 那罐人家很壞 那個鴨型還在 所以我即使養了他十幾年 我去養飯我也很小 我養飯那 養飯如果滷下去之後 我手不能再倒回去 我如果倒回去 就咬下去了 因為你靠近他的食物 即便他知道你是豬人 他也較常做 因為他的本性 他的野性還在那邊 所以根據馴服的程度 我們會畫動物混作三類 越會腳 完全按照人的本性做事情 因為上面越來越乖 對嗎 你養越久 那混到 那個狗狗混越聰 那時候開始 越會比較 physical 上面越subjective 越來越有主觀意識 那動物咬到聰 左手 右手握握手 坐下去 握握尾巴 都會做的 到時候自己是人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到時候走在我面前 在看我冬頭會收起 我們家的鳥跟牠吃東西 你給的食物不對 牠生氣不要吃 不就像人一樣 很奇怪 那就越來越有主觀意識的動物 這種動物越來越高 我跟你說 你不要小看牠 牠不一定散場 牠還很好走 曬的是連磨吉尼 大的是地堡 有私人飛機 那是賣收水油給你吃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就有這種人嘛 因為牠跟動物一樣 牠只要牠的利益 其他人的死活 不在牠考慮裡面 牠家的死活 台灣人跟牠害羞也不在乎 牠害羞也到法院頭前 也是強辯 牠不覺得牠做不到事情 那就是跟動物一樣的人 對不對 這種人的主打牠行為 是按照這種刺 過去台灣人時常說 找頭多要做什麼 不然我就做飯堂吃 你聽到嗎 找頭多 有沒有 找頭多要做飯堂吃 那就是跟動物一樣 說那種話的人就是動物 因為它評估一個事情的標準 是根據牠可不可以吃來決定 那不是 那就是動物的人說話 動物的人在說話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人說話都很小 你講的話代表你是誰 這我沒有做飯堂吃 我們要做這個部分 所以好的東西不要給豬 你如果拿那種鑽椒 豬寶 馬瑙 可以在牠裡把牠拔給你鑽 他不知道那種東西是多少 足夠牠吃一輩子 他不知道那種是貝台的東西 那就是動物 過去台灣人問候羽 都說你吃飽不 要跟動物一樣 他的幸福不幸福快樂不快樂 是有吃有沒有吃飽來做決定 我們這位就要改了 這是我們切餘模式 不是說這是很相應的事情 很減少的事情 哪一個國家問候 是說你有吃飽不來決定 很可能 是不是 這是動物 越來越有主觀意識 到上面就開始變成無頭的人 無頭的人可能是什麼 諾貝爾講得主 我剛才說Superman無頭的 但是功能很強大的 這位人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以及執行效率來劃分上 中 下 Social Smart Political Smart 這位人告訴你比較簡單的東西 我剛才說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因為沒有效忠的對象 所以哪裡都可以是家 這位人時尚 台灣也買房子 上海也買房子 家人家也買房子 哪裡都可以住 資源回收人 所以97的時候你會記得 97要來 中國要灌的時候 香港人有辦法都想辦法跑 跑掉 對不對 到處移民 一下澳洲 一下加拿大 一下英國 比較有辦法回到英國 對不對 現在到處都買房子 但是美國稅開始徵收的時候 他又不要當美國人 又照都回來 都要好康都要走 結果沒有效忠 沒有投的人就是這樣子 他到處買房子 你看他的特徵 就到處買房子 因為他跟土地沒有結合 他跟土地不是他的根 他是按照利益來決定 美國如果有一個人說要燒台 要爭兵 這點都還跑掉 他沒有效忠對象 效忠是假的 現在你說 這叫做沒有投的人 沒有投的人 佔60%人口 他們現在能夠最高的價值標準 就是愛國榮譽 愛情親情道德 這樣而已 所謂是非對錯的標準 是按照什麼 都是相對的 在他的世界裡面 沒有絕對的對 也沒有絕對的錯 他們很愛說幾句 事與這些事情的對錯 All depends 端看當時的情況而決定 這種人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 沒有投的人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絕對對錯 典型我們現在市長 市長柯P就是這種人 不是這樣 因為他說 他的底線就是中華民國 不管對錯 對不對 這種人就是這樣 他說一句話很好笑 這種人沒有辦法 所謂的終極價值 例如說他不是葉克摩專家嗎 葉克摩很厲害 他能夠透過醫療的科技 還不是他發明 他會使用這種科技 來幫助人活下去 即使腦死也繼續活 所以到最後 這疑心就發生一個問題 到底人怎麼樣才叫做活著 明明腦死 辛苦 還心中 繼續蓬佩 器官都好好的 他算活嗎 這個沒有投的人 遇到一個大災問 這個大災問 人到底怎麼樣叫活著 怎麼樣叫做有意義的人生 結果他自己沒有答案 他找不到答案 他功能很強大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這就是結果 所以我覺得他做皇民的後代很減少 就是這樣 這個我再講 這個可能諾貝爾講得主 可能首富 可能藝人 但是最上面有頭的人 有頭的人也不然說這有頭的人 就是好處的人 沒有 他那個人很窮 舉個例子 熱身療療院你知道嗎 都放著太高的人 以前麻風病人 西方國家那個 很高很帥的傳教師照來 帶他們母 很漂亮 帶他們嬰兒 躲在那裡 我整四人 在熱身療療院 每天給人家 我們台灣都不小心 去附在太高的人 西方國家那個 家庭環境不錯 做高等教育 走來這裡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人在做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他每天吃的生活很簡單 就是他原來的地方 給他有餐餐吃就好 他可以跟當地人一起吃 你不在乎 那種是有頭的人 他的頭是誰 他的兄弟 他的上帝一叫他來 他就來 對不對 他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 他上帝派他去非洲 他就去非洲 派他去哪裡就哪裡 他要來台灣 他就來台灣 他一取悅 他的組織 就是他的頭 為他生命的意義跟目標 這種人他的生活 所謂有錢沒有錢 不太重要 這種人叫做有頭的人 你知道嗎 這種人沒有頭 所以以生活享樂 為他唯一的目標 這種人你認對方向也就好了 認錯 比如說IS一種人 你看他生活條件很糟糕 叫他去死 他隨時去死 所以很重要 他的世界裡面是非是絕對的 是有對跟錯 他會做對的事情 不要做錯的事情 絕對的 我們來台灣民進會的人 也是這種人 你如果是那種不care 是非對錯的人 不會來這裡 你如果是那種人 你自然來這裡 說到實在 你們今天來上課 是要被我改變的嗎 不是吧 我跟你說 你們這裡面結構完 一世人 你會沒辦法改 你們兒子也沒辦法改 騙什麼 你來這裡最好的改變 不會嘛 我這邊只是提供一個土壤 講法理的土壤 講邏輯推理的土壤 你聽到這種東西 你本身的人 就發揮的補給 就大張 這有意思 我們透過上課 來再選適當的人 來台灣做台灣民進會的人 我們是有投的人 我們投的人 以後就是管這個 沒頭的人 因為社會上 大部分是這種人 美國也是 每一個國家都是這種人 絕大多數是這種人 很整齊 會亂的是會比較這種人 這種人 跟那個人 上面還有一個 我頭還要關這個人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會講這個 這Maron5的歌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摩利宏 排名前十名的合唱團 摩利宏有人聽過 那歌詞內容 這款內容我告訴你 所有的mass media 大眾媒體 它所訴求的都是什麼 都是無頭人 要不然就像動物一樣 主要是動物一樣 所以Nike賣鞋子 會給你一個口號叫什麼 Just do it 對不對 就是做了 不要想 你想幹什麼 你想就不買了 我希望你就是做 當我引起你的共鳴 或者你身體的感受的時候 你趕快就做動作 所有的商業訴求都是這樣 所以Maron5的歌很簡單 這邊 Baby I'm pr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and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s Just like animals Just like animals 我們年輕人今天下個歌 歌詞內容就是我像動物一樣 為什麼年輕人喜歡 因為他們就像動物一樣 所以聽到歌很爽 但是有認同感 所以他就會大量去消費 把錢花上去 你知道嗎 因為這就讓habit 蹦蹦蹦 蹦 就引起他原始的本能 他們就有認同 你知道嗎 我們來 是教你思考 來這邊是訓練你思考的方式 他說什麼 邏輯 送給資源的人 生來為奴隸的人 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沒有史觀也不需要傳承 說到史觀 我跟你講台灣史節 因為從奴隸眼中看這一生 實在找不出什麼好 引以為傲值得紀念的事 沒有計畫也沒有未來 奴隸更不需要計畫未來 奴隸的未來是掌握在主人手中 沒有主人同意 連頭都不敢抬起來奴隸 如何往前看 因為雙手捧的那一口飯 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奴隸們總是告誡他的後代說 想要做什麼 可以奴隸我最實在 我這個 小心如果把他眼前 地上的那一款收飯 噴拿走 桌上一盤龍蝦海鮮開胃車 加上一瓶法國紅香檳酒 他會拼著老命衝過來咬斷你的手 就這樣 懂不懂 來 大部分 來 我問大家各位 在座各位認為自由幸福快樂 就是他一生追求目標請舉手 我一世人就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有嗎 抓手不用客氣 沒有共鳴 我一生就追求自由幸福快樂請舉手 不要客氣 只有這麼多 其他都不是 請放下 不好意思你們舉錯了 錯啦 怎麼會是這個自由幸福快樂 聽起來很冠冕堂皇 我意思不是要把你撈開 我是老師一定要解釋清楚 為什麼不是 我跟你講 自由幸福快樂都是好事 但是它是副產品 不應該是你追求的目標 它是副產品 而且幸福快樂都是一種感覺 你追求感覺嗎 我告訴你 那請問你 你追求感覺的話 怎麼樣叫滿足 比如說 你有追求 你說我追求自由 怎麼樣是自由 你有花錢的自由嗎 一個月給你賺五千 給你一萬塊錢有沒有自由 一個月給你五萬夠不夠 有沒有花錢的自由 一個月給你五十萬夠不夠 一個月給你五百萬夠不夠 一個月給你一億賺那麼多 有夠嗎 不夠 我跟你講 這個沒有底線 頂薪它就一個月賺一億啊 好幾億啊 夠不夠 不夠啊 夠了 所以你的這個自由 是一種感覺的話 沒有止盡的嘛 這是這個感覺 我要再舉個例子 有一個醫生 他如果追求金錢為他目標的話 這種醫生你怎麼去看 不敢 當然不敢 這次看得好 我看幾個次 不會害死 但是我看幾個次 但是如果有醫生說 我追求 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要給病人 醫好 這種醫生你當然也敢去看 因為他的設立的目標對 所以他病人很多 因為他病人很多 所以他賺大錢 對不對 你得到錢的手段對了之後 你得到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它是副產品 當你做對的事情 賺錢是副產品 你不可以把賺錢這個副產品 當作主要目標來追求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講 如果有女生看到一個男生說 這個好像可以給我帶來自由的幸福 快來我嫁給他 嫁了以後沒有幾個月 這都不工作 休閣 不要人 算了 離婚再換一個人 再嫁給他 又不行再換一個 這樣對不對 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結婚 應該是你愛這個人 願意跟他一起組織一個家庭 對不對 遇到困難一起克服 對不對 便手自主建立好家庭 生了孩子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分類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面 爸爸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圍在圓桌上面 一起享受 享受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對不對 對不對 當每一個人把他角色扮演也好 這是伴隨而來的副產品 但是你沒有這個 光是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我告訴你 他科要最快 你就不要努力 因為你在追求感覺 感覺馬上給你滿足 我為什麼要跟你說這個 因為大部分台灣人 都自由幸福快樂 以至於他做事情 不管 對不對 說學員不要給人就好了 我只賺到 我很幸福 我馬上覺得很幸福 你幸福嗎 很幸福 把人家倒楣 對不對 台灣人說 那些人管都好 留盧政府管也好 我做柔的 我反正有飯吃 我每天是可以上班 可以搖水 台灣人現在的心態 外面都是這樣 不管誰人做你的主人都可以 那就是奴隸 就是沒頭的人 他就是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他就夠了 他不問對錯 不問是非 我剛才說中間那段人 沒有所有的是非都 端看當時的事情 說Promaticalism 實用主義 他只管可不可以有用不 我都換成飯吃 這樣最實在 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要講這個 所以你們重新思考 做民主的官員 一定要會思考 對任何一個statement 一個句子出來 你要想為什麼 對不對 是不是錯不錯 所以過去你好像算 你都是這一個階層的 上街看你五十萬人 幾十萬人都沒效 因為你永遠是被遊戲規則 被制定的人 你改不了遊戲規則 所以民主黨講說 一個合照 都要做你總統 你改變不了情況 因為他就是統治者 你是被統治的人 被統治的人 你改變不了遊戲規則 所以我們現在把 中間這個圓去掉 他最管的說 拜託 你怎麼叫他來管 你應該support你來管我 還是沒有錯 脫離不了奴隸 但是至少被第一流 第二流的國家管 不會被末流的流亡政府來管 差別在這裡 恢復我們正好 來 看得懂的請舉手 這棒 一定看不懂 看得懂的我真的 來 這個時間是1911年 這道立體化派 一張看得懂的舉手 看不懂的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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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問 不要亂舉手 要出問題 看不懂舉手 好 來我要問看不懂的人問題 只問看不懂的 來請問你 看不懂 請問他是畫飛機大砲嗎 是不是看不懂 他是不是畫飛機大砲 坦克車是不是 不是 你看得懂 看得懂 他不是飛機大砲 那請問你 他是畫男生還是畫女生 你又知道女生 看得懂 請問他畫幾個人 一二三三四五個人 你看得懂 不要跟我說你看不懂 你一定看得懂 看不懂 只是他跟你過去以為長的人 不一樣而已 你過去都看這種人 是不是 這個有人看不懂的 請告訴我 沒有吧 就有人說他看不懂這一幅畫的 我跟你講你看不懂 他在幹嘛 他是誰 他是誰 你說你看得懂他是誰 不是瑪莉亞 瑪莉亞 他在幹嘛 很久 趕快 拜託 這是維納斯在上大號 聽懂 你以為你看得懂 結果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 結果你看不懂 當然 真的 你的邏輯 亂成一團 你看 這就是 toilet of venus 有沒有 toilet toilet就是買湯 維納斯 1751年的時候 這個人畫的 對不對 我們以為我們看得懂 結果我們看不懂 我們以為我們看不懂 皮卡索 這是皮卡索 你阿公阿嬤阿祖的時代 有的圖 你現在還看不懂 那你藝術欣賞水準 是不是停在一百多年前 1907年不是一百多年前 是什麼 皮卡索畫的 皮卡索你聽過這名字 可是你看不懂他畫的 叫立體畫派 我跟你講怎麼看 這樣是一瓶水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也一瓶水 這樣也是一瓶水 不會因為他看的角度不一樣 他就不是水 對不對 你看我也是 這也是我 這也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所以時間固定 觀察角度不一樣的時候 產生這個結果 他就是把這個女生 從這個角度看 我這個角度看 我這個角度 放之後可以放在同一個地方 這叫立體畫派 你知道嗎 這叫立體畫派 立體畫派就是時間固定 觀察點一直變動 產生不同的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看它的事情 不再是用過去單一的觀察法 來 這叫做單點透視法 什麼叫單點 就是觀察我看東西 我從這個點看 我移動我的位置 你就看出這個結果 像相機一樣 你怎麼走來走去 咻咻咻 不會嘛 灰了 這叫立體畫派 這叫多點透視法 就是極端的立體畫派 block 幾乎就不能看了 請問它是不是抽象畫 這是不是抽象畫 這算不算抽象畫 你們覺得這算不算抽象畫 不是耶 他也不是耶 真的抽象畫長這個樣子 這個叫抽象畫 這個叫抽象畫 這個叫Richard Dippen 蠻帥的帥哥 我跟你講抽象畫就是 就是have no reference to anything out there 跟外面世界 現實你所看到的世界 一點關係都沒有東西 叫抽象畫 這個畫就分了兩個世界 一個是描述所有你看到的東西 一個是這個東西以外的 另外一種東西叫抽象畫 那你知道嗎 今天目的不是講這個 不管你是畫哪一種畫 抱歉 不管你是畫哪一種畫 它有一個概念 你錯過了 你回去補那個課 好可惜 抽象畫怎麼看 立體畫畫怎麼看 來 不管哪一個畫 它也叫做concession 就是一致性 比如說我是畫寫實 我對頭高不低的東西 一點透視法 對吧 你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是立體畫畫 從頭到尾都是立體畫畫 不能一下畫一半 跑去畫這個 那就很奇怪了 它有一個字叫一致性 來 手機關機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什麼都有了 對不對 麻煩顧姬 這個字叫做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 我今天來穿西裝打領帶 對不對 我右邊穿西裝 這種鞋子 對嘛 我左腳如果穿高跟鞋 怎麼樣 那些這個打得不好 就是你這個穿著 沒有一致性 not consistent 沒有一致性 consistency 什麼叫consistency stayfast adherence to the same principle course form 指一個形式系統裡面 不遇含矛盾 法庭雙方都在證明 對方的證據不一致 那就贏了 你所陳述的內容不一致 你的邏輯不一致 你就輸掉了 法庭雙方就在變這個 變邏輯 在分辨邏輯 在前面講一個概念 一個叫後組句 法則 is often used to refer universal principles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就是宇宙中一些不會變的原則 舉例來說萬有引力 這個只要在這個宇宙裡面 所有兩個物件產生 都會有引力 就萬有引力 再在地球上面 叫做地性引力 對不對 只要你在地球上 每個地方 你都經歷到這地性引力的影響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系統裡面 你要存活 你要寫法律的規則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地性引力 我舉個例子 你要寫建築法規 你就要考慮地性引力 你蓋房子有規定一個角度 要敲櫃的洛基 或者材料 一定要規定某種材料 你不可以用不適當的材料 否則這建築就collapse 所以你現在只要活在這系統裡面 你所有在這裡面所建構的subroutine sub的規則法規 都要配合這個大自然的法則 舉例例來說 這個大自然裡面有男有女 你寫的民事法裡面 就要考慮有男有女這件事情 你不可以忽略這件事情 人要生肚 所以你的民事法裡面 要叫保護婚姻制度 保護家庭制度 一定要這樣寫 因為你存活在這個大自然的裡面 就要遵守大自然的法則 你懂什麼意思嗎 所以人類寫的法律 既然活在大自然裡面 那當你寫的東西 跟大自然法則是衝突的時候 誰倒楣 誰倒楣 但人的倒楣 不會是大自然倒楣 你說你會破壞大自然 大自然之後 就會把你消滅掉 就這樣 所以這是什麼 法則 那大自然法則都有它一致性 也就是說大自然的每一個角落 它都是一樣的 它不會突然這個地方例外 沒有這個東西 大自然法則就一致性 所以人類寫 我們現在現在在說 跟你說戰爭法 國際法 都是基於這個大自然的法則 建構起來的法律 那是國跟國之間的法律 國之內的法律 叫憲法的mother law 之後再建立所謂的民法 刑事法各種法律 按照不同的Layer上來 這樣知道嗎 在一個大架構裡面才建構這個 當你這個concept清楚之後 你回來再講我們的邏輯 我們現在講的法律 要有些基本觀念 過期台灣人沒有這個 所以你想不到 為什麼還有什麼國際法 過期我們不再聽到 他就是要做邏輪去教 教跟你的學期 我慢慢再跟你講 這就是consistency 另外一個字 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表理一致 你可能不曉得Integrity 這個單字 我來講以後民進府的課 你們再上到那邊 我就連中文字都不給你了 全部英文上課 你最好趕快好好的學你的英文 跟日文 以後我們官方覺得英文跟日文 有沒有 加油 沒關係啦 我會想辦法讓你們知道的 但是你要知道 當你用中文的時候 你已經限制在中文系統裡面 思考 你的俗課方式 你如果到英文系統 你用英文的方式思考 中國人的俗課方式 就把你喊這個 過去我們北部那一代 日本教育 本來用直義在那裡 俗課的 中國人來的 不准講台語 不准講直義 對吧 所以當然被限制在 他的語言系統裡面 用他的語言給你俗課 用他的歷史觀 這就是去用作爐的結果 你們各位不知道 所以你隨便講 你上網打Google一下 打一下日本用中文打 你看到的資料 跟用英文打JAPAN是不一樣的 你打安倍兩個字 跟他 他英文辛州阿伯 結果都不一樣 你用日本語辛州阿伯 還不一樣 不同的語言系統 就是不同 媒體是黨的猴子 你用他的中文媒體 就當然受他中文的限制 他在控制 再來講 Integrity是什麼 可能這個字你不知道 但他相反之叫 不誠實 另外一個字叫 hypocrates 這次在西方國家 也有人hypocrates 就是你是偽善者 你說一頭做一頭 你叫做hypocrates hypocrates的話 是罵人的話 那個人羞辱 你這個人是hypocrates 你說的一頭做的一頭 你表理不一致 inconsistency Integrity是表理要一致 就是 你不是說外表的行為 他要一致性 Integrity是理外要一致 我們過去的 我們夠贏 就是靠美國法律上的 consistency 要夠贏 怎麼顧美國 你不是我的主要 佔領全國嗎 但是你想要怎麼 當你會夠 改變我的國籍呢 為什麼放任中華民國 國立王政府在台灣 幫我改國的 叫我去做兵 什麼改我的議員 這都主權改變 在美國憲法裡面規定 憲法的位階等同於treaty 就是條約 跟國外簽訂的條約 這是等同喔 位階等同喔 位階等同 他會像遵守憲法一樣 來遵守條約 既然究竟我們合約是 美國你簽的 是怎樣 做這個違反合約的事情 You are inconsistent 你不一致嘛 所以他法院給他告 法院是很公正 好家庭去美國告 告的結果就是 法院判決 台灣人民沒有國籍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列印底下 這就是在法律裡面 證明他的不一致的地方 你們以後到那邊上課的時候 那個手機都要自己discipline 要關注 Integrity就是 我跟你講 任何一個團體裡面 要做老大的 比如說你要做中路 還是要做大的 村長的時候 別人都會請你去敲事 你敲事的時候 你的標準都會一樣 不可以說這個人一套標準 那邊人另外一套標準 對不對 這樣很快就叫 你這種人沒公平 兩套標標準 在做什麼 你讓我做中路 來來來來 來人人人 對不對 越接越高的人 他就要有什麼 Integrity 表理一致 他的判斷標準要有一致性 等款 美國你要做老大 美國你要做老大 在世界的各個國家裡面 你要做老大 那你講國際法 萬國公法是你所尊重的 那我們就按照你說的話 我來根據這個來挑戰你們 你在克里米亞、Russia 之前的國家 烏克蘭裡面有一個叫克里米亞這個小地方 它要獨立 美國人說不行 你違反國際法 你人民不可以自己投票然後自己獨立 它本來就屬於烏克蘭的一部分 你在這邊講國際 台灣怎麼呢?台灣病毒師人 你IS去殺人家在那邊 你種族毒殺 違反國際法 你怎麼放中國人來台灣 這樣把我們台灣人滅掉 所以你自己不一致 You are in consistent 美國你不一致 那個狗 美國好稱三權分立的國 法院判的立法單位跟行政部門要配合 負責在這裡 所以台灣民政部成立 走今天 其實我台灣民政委你來這裡 只講幾件事有沒有 歷史上的事實 邏輯的推理 歷史上的文件 就是這樣而已 村內不用說 沒有畫一個大餅叫你去追求 只是訴訟於你的理性 來 系統我現在的時間縮短一下 很多人說 老師老師 你說歷史 我對歷史從本來就沒興趣 錯了 歷史很重要 史關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產生行為 行為之後決定命 這句話待會兒再說一次 來 觀點大家都有 你只要寫歷史都有觀點 請問在座各位有誰是寫 一個國家的歷史 博史 有人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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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寫歷史 你們頂多寫個人的日記 小甜甜日記 要不然寫你的家族史 故人的歷史 要不然寫公司嚴格史 校史 頂多下個界階處 不然寫國家的歷史 那是統治者下來 對不對 統治者下來的歷史有史關 任何寫的東西都有一個觀點存在 那觀點不會跳來跳去 有一定的觀點 現在觀點來了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北美印第安有印第安人的觀點 北美有白人的觀點 請問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觀點重要 強者的觀點重要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男生女生一結婚 當天晚上就可以吵架 為什麼 男生坐在餐桌前面說 太太就煮菜 煮菜一道菜大家放在桌子上 太太說先吃先吃 先生說不對 菜都還沒煮完 等到都煮完 你坐下來我們一起吃 太太說幹嘛這樣子 那男生說 我們家以前都這樣子 大家到齊才開飯 女生說我們家做生理 沒要浪費 時間沒要浪費 你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對不對 沒有錯 每個人都把他從小到大的 價值觀標準觀點 帶到婚姻裡面 兩個觀點不同的時候 就感染什麼 衝突 衝突之後會怎麼樣 吵架 吵架 再來 還沒要 堅持觀點 就離婚 人跟人之間頂多是離婚 國家跟國家之間不是離婚 九台 戰爭 會吸人 所以北美的印第安人 如果繼續堅持他的觀點 現在印第安人會不見 對不對 沒有錯 以前印第安人有幾千族 上百萬人印第安人在北美族 現在剩下多少 沒有到幾十萬人 那就是堅持自己的觀點 跟沒有實力的時候的奧子 所以觀點就更重要 觀點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所會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行為 決定命運 那不是 你現在接受中國史觀 過去有一個稿子 說台灣人二十八死十幾萬 不算什麼 你有聽到嗎 有啊 拜託這對不對 當然不對 死的是台灣人 台人是你知那人 現在都不算什麼 但是他是我們的教授 你怎麼給他教 所以我現在二十八 前一天晚上 我跟人家說明天留下來 爸爸放一點影片 大家笑得不太大人 受難日 爸爸你在開玩笑 明天我安排同學卡拉OK 我去拍籃球 我去商品 你把本來快樂的日子都 我只是說快樂的日子 二十八紀念日 小朋友已經在激化很多東西了 為什麼 他是受知那人的教育 他的官場 才會知那人的辛苦 在中國 寧可挫殺一貫 不願意放走一個 一將官工程萬古窟 這當然是秀明明 還有做戶籍調查 你是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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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都有紀錄下來 你日本時代是這樣 日本人把你管 頂多兩個禮拜都要綁出來 為什麼 什麼叫原因 因為台灣人是天皇的臣民 正在天皇 總督只是一個管家 管家無權對主人的財產 做任何處置 是這樣 所以產生這種法律系統 你知道嗎 這個總督不一樣 觀點不同 產生很多的事情 你怎麼會受知那人的教育 所以現在站著知那人 角度來看台灣人 用台不算什麼 所以中國流亡史寬有這三項 第一個 掩蓋並合理化過去對台灣人的罪行 這樣 第一項 能夠設計未來竊具台灣的動機 建議說開樓宣言 就沒有在說究竟的合約 過去我們都不知道究竟的合約有多重要 如果101 恭喜你也宣稱一千次一萬次 也不會變你的 你一定要說101 直到一百五十億 好你錢拿來 高官 對不對 產權契約書上面改成你的名字 那不是 那時候在說真的被你的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 把這個土地搞給你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法至今 也不敢把台灣寫出它的領土 不敢 敢的話就出事了 既然不是 憲法怎麼可以執行在它的領土以外的地方 不是好笑嗎 你們要想 當下利益 憲法會說 阿公要把我們打 在買武器 台灣抽水 錢把他A掉了 結果是美國在保護台灣 不是這群奧兵 說到頒獎 現在我們台灣的中華民國的軍隊系統這麼爛 中國怎麼不趕快趁機打過來 中國怎麼不趕快趁機打過來 你們想也知道嘛 對不對 你的龍潭虎穴 裡面這邊種裝備 種機密 那種老巢 裡面已經瀕掉了 裡面已經瀕掉了 還有沒有人 上面 西星啊 花花全部死光了 中國應該探這個機會趕快來 這就是你的土地趕快來 趕快來 不敢嘛 為什麼 這不是他的地方嘛 是美軍在保護這塊土地 你知道嗎 過去買武器買假嗎 是啊 是買假的 是玩假的啊 怎麼比人家貴啊 錢是我們台灣人在那裡買 好啦 史慣這麼重要 當然重要啊 史慣會影響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採取行為 行為去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今天要說什麼 要幫助台灣人 我資納系統來在找出來 你們過去在資納系統裡面 以為這就是對的 這就是全部 這就是世界 才有幫你們走出來 好不好 名不正言不順 我告訴你 過去 你們有沒有做過娃娃 我小的時候 我的娃娃娃是竹子去做的 他自己不會動 但是我們小孩子都希望 有一天這個車子會動 對吧 所以你們在那裡的搖籃 娃娃車裡面 都喜歡這樣騎一下 對吧 看會油嗎 都不會油 原地左右而已 對吧 為什麼你在內力 你在系統裡面 除非哥哥還是一個人 有一個人跳出去跟你送 系統外面的人 才推得動你 改變你的觀點 所以過去我們 我1980年出國留學 讀碩士 那時候就要去賤然受訓 受訓怕什麼 怕你走出去 你觀點改變 人就走出去 沒回來 結果出去都沒回來 因為外面的世界 跟裡面真的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早期留學生 哪裡去哪裡回來 跟你們兩個人騙的一筒在裡面 所以有這個系統裡面說 你們民政府說的東西 我們補妝也不一樣 當然 你在系統裡面 怎麼證明這個系統是錯的呢 你要脫離這個系統 否則你在內力裡面 不會產生作用 你要從外部裡面 改變這件事情 是這樣 你如果見到中文世界 你也看不到 因為你的資訊都是中文世界 剛才你來民政府 給你新的觀念 新的想法 這是邏輯推理而已 來 看看這個 很簡單 這叫透視 Perspective 你們知道什麼叫透視嗎 你們畫圖案有透視圖 透視圖給你看看遠近 對嗎 請問你 下面這三張主 1 2 3 4裡面 哪一張看透視最清楚 來 請問 認為這張看最清楚 舉手 認為這張看最清楚 請舉手 認為這張看最清楚 請舉手 你看我就知道有人舉手 來 這一張呢 這樣就對了 這一張才對 如果三個都一樣大 你看不出來景深 景深就是 越遠的看起來越小 越近的看起來越大 這叫做透視 你才知道這種東西有透視 我愛說 為什麼讓你們看透視圖 你這樣看歷史才看得懂 歷史 過去我們的歷史 特定的歷史放大 跟你緩搖了 台灣歷史四百年 秋西人台灣歷史四萬年 你說四百年 李登輝 謝長天 民進黨說台灣四百年歷史 錯了 四百年前有四萬年 四百年四萬年都一百分之一 要解釋台灣歷史 秋西人 你的歷史史觀已經被扭曲了 你以大清帝國統治台灣 兩百多年當作開始 那是這樣 禁止 禁止就是台灣人 服務員而謀殺的人 住在這四百年 來再來 這個是屬於法院裡面 比如說我法院裡面 拿到一百樣證據 一百樣的禁錮 請問你 我法官在判案的時候 會把一百樣證據 放在一樣的標準上面 來做評斷嗎 當然不可以 對不對 可以嗎 是這樣子嗎 不是嘛 你一定要分類 分類什麼 A級 B級 C級 D級 錯誤假的證據 踢掉 對吧 假的證據就是X X拿掉 現在分A B C D 越上面越接近客觀 越下面越主觀 客觀比如說蛋道比對 對不對 主觀就是路人假 我看到這樣 那些人跟那些人打 結果不是 你角度換一下就不一樣 那些人打 對吧 對不對 觀點 車禍出車禍你來看 觀點 每一個人看的觀點都不一樣 結果答案都不一樣 所以偏主觀 對吧 推論是另外一個 還可以 最重要的 客觀的事實 用物理去推論 碰撞的理論出來 OK 科學證據 比如說基本的邏輯推理 進化論有行不行 我告訴你沒行 進化論為什麼沒行 因為你挖到的東西 都是點點點 中間進化過程的產物都沒有 奇怪 這個現在不講那麼深 物理 來 家裡後面挖到一具女癡 我說這裡四千年前的木乃伊 現在公共 現在有一個方法 用物理方法 碳食室半摔機 就知道這個 屍體的時間有多久 但是在五萬年之內有效 再來 化學性質 我後面用挖到一把刀子 我說 早期 原住民躲在這裡就開始使用鐵器 尋采公共 因為鐵會氧化 當你做好的時候 接觸到空氣會氧化 氧化程度 決定它有多久 你知道嗎 再來 生物性質DNA 現在科學這種方法 兒子是你生的 這宅菜不能像 不好意思 送他化驗DNA 就知道 是不是你的兒子 現在很快兩天出來 而且不用驗血 棉花胖 口腔刮一下 丟到實驗室 兩天 把你的基因排序幾億對都照出來 捲不出來 騙不了人 再來 歷史文獻 我跟你講 一個男又講到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願意結婚 後來在結婚證書上面簽上字 容易 不容易 對不對 談戀愛 專方家長見面 討論嫁妝 任何情況 連結婚的時候拍照片 都可以決定最後不結婚 對不對 很難對不對 兩個人同意在一張紙上簽字 那我問你 46個國家同意在同一張紙上面簽字 是不是更難 當然更難了 46個國家 就金章合約 46個國家簽字 它是不是有效性更嚇人 當然是 再來文字記載 時間沒那麼多 我不要說這麼多 歷史文獻 再來文字記載 屬於西籍的證據 有看過這張圖的人請舉手 你們今天上過課的時候看過的嗎 還是之前上過我的課 高級班 兩個人高級班 你們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看到 這個你們只要上Google 打一個Human Migration Map 人類遷徙圖照出來 這是國家地理頻道 它有一個網站 因為他們很多錢 他們就做實驗 你知道人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染色體會複製 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孩子會像你 對不對 你就跟你們的個分一半 傳宗接待 染色體複製的過程 會產生突變 這個誤差 這個誤差變成 叫做突變 就是一個記號 Carry on 所有你生出給人 身上都帶著同樣的記號 你知道嗎 只要有一次突變 你的後代都又帶著同樣的記號 不會跟人家有叮噹 因為每個人在複製 不一定都是這麼exactly 完全正確 都會有錯誤 所以這樣來倒推 所有人類的歷史 那國家地理雜誌 就做了70萬個樣本 sampling就是抽樣 抽樣如果在記學上 台灣只要500個就抽樣完畢了 就把整個台灣的democracy 那個就抽樣完畢了 500就夠了 70萬很大 70萬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人類的切記圖照出來 這邊有箭頭有沒有 橘色藍色箭頭 這有不同的數字標示在這邊 你會照這箭頭倒推回去 你會發覺所有的人類 這是遷徙的路徑 箭頭是方向 最後抓到箭頭的前面 源頭是哪裡 有沒有 Scientific亞當跟夏娃 不是真的亞當 是Scientific 在科學研究裡面最初的那一對男女 在哪裡 所有人類 6萬年前 從非洲的地方照出來 人類的進化 不是只要沒有一個 那是沒有一個 不會同時講好 那個時候跑出來的 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從這個地方照出來 所有人類都非洲來 6萬年前 有人說 Scientific亞是 我比較有興趣是 我從哪裡來 好 你從哪裡來 看有一個數字叫M174 OK 從這裡出來之後 到南葉門 最近不是有南葉門嗎 你們說南葉門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你們都不跟新聞 南葉門在這裡 再來 印度南部 印度 現在到印度 再來叫 馬來半島 爪哇 馬來半島 再來 到台灣 這時間點是4萬年 4萬年前到台灣 那是6萬年開始出來 4萬年前到台灣 再來一趟 日本 再來一趟 朝鮮北部 它是一個大土地 定管朝鮮半島的北部 再來進去 你講韓國是最近的事情 我們要講的話 用地理名詞 沒有國家名詞 國家名詞 太短了 進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這塊大土地 就是這個大的土地上面 這塊土地有什麼人呢 你看 有從歐洲進來的 從蒙古下來的 有從中亞來的 有印度上來的 有從緬甸 越南這邊上去的 所以十幾種人 差不多是2萬3萬年前 到這個地方大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你怎麼不講呢 中國人是國 住在這個土地上的人 是雜種 2、3萬年前 在這邊 好幾十種人混在一起 不是雜種是什麼 是不是 我們不在罵人家 是他們罵我們不純 他更是雜種 而且他 還要害羞 以前韓國人說 他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去到那裡 怎麼是哪個祖先 對不對 科學證據照出來 是 沒有錯 你們有一部分人 的確從韓國過去 韓國人從哪裡去 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嘛 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啊 所以慎中追遠 要 中國人慎中追遠 要追到台灣來 對不對 你的祖先是我們 編過去的啊 你們是看科學證據吧 對不對 所以清明節要拜祖先 要拜哪裡 跟台灣拜啊 什麼我們自己拜 搞錯 他們的人是對我們這裡去的 沒有錯吧 這是科學證據 不要用歷史來編喔 不要編喔 你台灣人去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 你就不會做了 台灣人去拜中國人 說他是你的祖先 你就不會做 不會什麼做 不會你四萬年一來祖先 大清德國統治兩百多年啊 哪些人哪是對那裡 哪些人對那裡 哪些人對那裡去啊 科學證據啊 所以這個 做這個計畫 主持人叫做 Dr. Spencer 講一個很有名的一句話 叫什麼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會裡面 不知道要讓你騙啦 不知道要用歷史去寫 一個編一大堆故事騙你們 我現在說科學證據 是A級的證據喔 你推論假設是最會的東西 完全對著這個靠邊站 我講嘛 明正有給你寫證據嘛 給你講科學證據 歷史上的事實 你會寫的嗎 台灣人要真相嘛 我就告訴你真相是這個啊 要不然去查嘛 我在這邊講了三年 你要推翻來啊 用科學證據來推翻我講的東西啊 我如果說不對你告訴我啊 但是如果它是對的時候 台灣人就要接受喔 接受你是什麼人喔 更換台灣人你在土地生 四萬年沒有跟外面接觸 為什麼沒有接觸 以前沒有航海技術嘛 你這個島上沒有跟外界接觸 你就在那邊在生團 直到外界的人進來之後 你才開始喔 有這些人耶 這些人進來之後被代入掉 被稀釋 不是我們會 不會取代我們耶 你主要的DNA 還是這個島上的人的DNA 所以我們都是古代做 北部做的後代耶 台灣不是移民社會 你弄錯了 台灣人的majority主要的人 就是一種人 叫做FOMOSAN 所以在土地上 四萬年的人耶 沒跟外界接觸 有的話那是零零細細說書書的 不會影響到台灣 整體的人口結構耶 誰才是純種 而且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我是資納人 我請問你 你先定義好 什麼叫做 中國人的血液 好不 你的DNA找不到耶 你說我的漢人 你把漢人的DNA拿出來 定義看看 定義不出來耶 反而定義我們的人 定義得清清楚楚耶 為什麼 他在那裡藍嘛 他找不到嘛 你跟他說中國人 就漢滿門回藏苗游 當時是中國人 告訴我 你說漢人在西 好 漢人的血液定義給我看 找不出這種人 也找不出這種血 你知道嗎 所以在世界上沒有漢人 也沒有中國人 中國人是孫中山定義出來 為了要找一個最大公約數 用政治上來通諜 你知道嗎 這樣夠清楚了吧 邏輯耶 我在講邏輯推理耶 這還用說嗎 你故事還要繼續聽人騙 科學證據出來 這時間 6萬 5萬 4萬 3萬 2萬 1萬 這時間點 這也不是我為的 我也沒有這麼厲害 這是時間點 你是水 你叫什麼 我在拜國對著你 你就叫拜國好了 這句話很奇怪喔 為什麼是這樣 有沒有看過魯賓孫飄樂記 有沒有 魯賓孫飄樂記 有聽過嗎 這是在1719年有一個小說 有一個白人 坐著跟一個擱淺 剛才弘映 前面 他就走在島上 把船上的物資去解除 在那裡 兩塊之後 當地的原住民走來找他 就這黑人 他就給他賠名 你又拜五 好笑喔 你又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好笑 應該是黑人和賠名 不是他跟北人 跟黑人賠名 對不對 北美的印第安人 叫印第安人 是不是 不是嘛 是北人和賠的 本來住在那個土地裡 哪有叫印第安人 沒有啦 是不是 個人不發現新大陸嗎 當然不是啊 所以我問你這句話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是不是 母親的名字叫台灣 不是嘛 對不對 叫什麼 父母什麼 也不是耶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本地沒有名字 一個土地上面自己 逐四萬年 要給自己取名字 你都沒有離開這個土地啊 你沒有離開 你就不會對自己 做identify的動作啊 你只有這個土地上 從部落 互相取名字嘛 你沒有概念啦 你怎麼大家都灰了 一個土地裡面 生存了幾萬年 不會給自己取名字 你的世界就這麼大 哪有說我叫什麼東西 我們這對島上的人叫什麼 沒有這樣子的啦 所以 葡萄人來的時候 佛摩莎 要佛摩莎 這開始叫佛摩莎 美麗之島 是這樣嘛 所以名字是人家 中國人 知那人叫台灣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佛摩莎 這名字不錯 就叫這個 你看 毛利人來台東區 跟發言傳交吧 毛利人 紐西蘭毛利人 老師跟學生做事 來看我們美術館 我手頭 手上的環 怎麼跟這個一模一樣 他覺得很驚訝 不用很驚訝 你看 他的玉器跟我們 出土的玉器相同 奇怪 巴圖是他們祖先戰爭的 用的武器後來變成 領導的新武 現在變成傳交吧 他也有看到巴圖 毛利人 就是紐西蘭境內原住民 很多考古學家 歷史家認為他們是 庫克軍 波西尼以亞 波西尼以亞地區的來源 甚至科學家發現 毛利人跟台灣原住民 一定很接近 不用很接近 那大架構的圖 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對不對 很多考古的證據 現在也可以丟一邊 他們都是假說 hypathy 然後今天 拿證據去證明他的假說 所以產生了一種說法 結果不是 人家是對台灣那麼介意 這樣你看 來 過去 台灣叫什麼 國家地雜誌 1920年 FOMOSA的Beautiful 有用台灣 沒有 叫FOMOSA 身份證書 peace treaty 就在我們合約裡面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MOSA and pass God Lord 我跟你說 你們賣房 上面那個名字 比如說你一家門 這間房子是家門買的 會不會 還是買一台車買一間房子 買嘛 你寫家門幾個百人 幾個青人 對不對 你一定會想 陳輝文 什麼文 一定會名字 請做加上 身份證字號 加上住址 加上電話 怕說這間房子變成人 你會想辦法 把這個動作捏到 就是 我 這就是我 我就是這間房子的主人 就是這樣 這樣會看嗎 所以你在合約上面 一定是最重要的名字 下定管 請問你 秋新章合約是根據哪一個版本 不是文版 還是中文版 還是英文版 英文版 一定英文版 所有的合約條約 都是以英文版為主 英文版上面寫 FOMOSA 你的名字就是FOMOSA 知道嗎 台灣名字叫FOMOSA 在國際上共通的名字 你在合約上就是那個名字 再講一件 你剛出生的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的存在 當時知道你有這個人存在 達出時 透過吃奶 馬上知道我存在 媽媽餵奶 他對腰號 Baby剛出生 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碰到媽媽然後哭 對不對 你就知道有媽媽 另外一個存在在跟你互動 接下去爸爸媽媽 弟弟妹妹跟你人 你就參考點 reference point 越來越多 最後整個家族 對不對 沒錯吧 這種小孩子 從小如果存在感很強的話 他怎麼樣 他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是怎麼樣 就很有競爭力以後 就貢獻這個社會 對不對 但是過程當中出了問題 比如說一出生的時候 Baby出生 跟他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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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餓 跟他抓 他會嚇一跳對不對 所以我過去在幼稚園裡面 帶小朋友 做遊戲的時候 我帶很多禮物 吃的東西 帶他們玩 一兩個躲在桌子底下 不要出來 我想很奇怪 過期間有人說 要不要出來 不要不要 繼續吃喔 他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 他有很低的存在感 他不希望你知道 後來老師跟我講 他們是獸女兒 他會怎樣 獸女兒就是 他在出生的時候 他在建構他自己的存在感的時候 啪 叫他打出賣 過去說 我是台灣人 啪下去 我台灣人說台灣人 啪 發牽 發錢 台灣人就是獸女兒 台灣人就是這個獸女兒 不只誰 給我年貼比較大 當你在建構你本來 我是台灣人 那麼基本的事情的時候 被否定 叫他勝出被拔爽 沒東西喔 他還給他冠一下名字 說你很中國人 對不對 那主持人就說 你不能講台灣 過去連台灣人 兩隻都不敢說 你年輕一代可能不知道 台灣人兩隻都變成危險用詞 其實台灣就是獸女兒 所以台灣人的民主 就是獸女兒的民主 還給他冠一下幾個名字 以前是幾個名字 中華民國是 流亡政府是幾個名字 離開自己的身體到別的地方 不是貴子是什麼 他的辛苦不是在台灣 他的辛苦在金門媽祖 要在中國 走來台灣是在做什麼 那就是貴子 貴境館走來台灣 普新在台灣的辛苦那種 過去有一個故事 靜境館有一個叫格拉森 格拉森這個地方 天然的石灰岩洞 九灰 水在裡有一棵一棵 多了一個人說 很像人死了 沒薄薄的蛋在裡面 尊重 過去這時候 必然是墳場 很多死人 你知道死人坐什麼坐 魔神坐 魔神坐 魔神坐什麼 就鬼了 魔神坐一時 鬼附身的事情就發生了 有一個村子裡面 這個村子裡面的 有一個年輕人 叫鬼附身 整天都七七七七 沒穿衣 有白衷 村子裡面覺得很麻煩 就用鐵鏈幫他幫起來 拔起來 過了 鬼沒辦法從頭走出去了 耶穌來了 耶穌代表真理 來了 這個年輕人 就穿那個頭巾 整天都說 永生是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怎麼不夠 你現在來為什麼 要叫我現在就下地獄 耶穌沒有跟他講話 只問說 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呢 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不出來 結果是什麼 他說我叫裙 裙裙 裙裙裙裙 為什麼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鬼替他回答問題 耶穌說 對這個人的行為 外出 由於這些鬼就衝出來 招在第一釘管 兩千頭豬就衝到海裡面 全部淹死 這個年輕人都恢復理性 過早他就恢復理性 衣服穿回來了 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 台灣人說什麼 什麼 過期台灣人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還不能說 現在才知道 你現在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麼 是什麼 我講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有人說我台灣人 我說台灣人不用正名 你今天 你今天得到保護 是因為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不是因為 像台灣人 現在每一年 每一年發生 那些少數民族 消失掉 從地球上消失掉 人數很多 當然人不多 當然人不多 會消失掉 被抓到賊窩的王子 發現自己的身世 我們現在知道 在哪裡身世 你今天就是因為 我們過期去顧美國 顧得贏的時候 說儘管要向你 林志森博士說要去拿 說你不行 我說為什麼不行 你不是台灣人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沒有證明 你沒辦法證明自己是誰 美國說好我是佔領者 可是被佔領地的人 在哪裡 跑不出來 你都拿中華民國護照 對不對 你都拿中華民國身分證 被佔領地的 大日本帝國臣民在哪裡 所以你那個身分證 造出來的就證明 你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你才可以想說 被佔領地的百姓 應該有的所有的權利 你知道嗎 所以他才不能改變你的國籍 不能叫你去當兵 不能去買武器 不能跟你抽稅 不能改變你的遺言 這些東西才連續 因為你的身分 所產生接下去的保護行為 他才要尊重戰爭法 那時候過去我們北部一台 小小人去接 說做中國人很好 好 幫你當中國人處理 就沒有所謂的 直接要去後續要告他的事情 你都中國人啊 你知道嗎 來 那怎麼辦 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什麼原點 我今天時間不夠 種族滅絕 這個我下次再講 你們自己上網看 我要跳 我現在補充一下日本的 我今天 在時間點上 拉長你們的史關 空間上從不同角度 從M174的聖人角度 來決定觀察角度 過去台灣人 父母親 他們中國人來的時候 我們都搞不清楚 北部說不要叫外星人 不要叫中國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其實他們就是一個 本能上的反應 就是當這麼多大量 中國人來的時候 你叫人家 人家 人家不知道什麼人 我們的身分已經很清楚了 我跟你說 國家地方法院 就要根據普遍管轄的原則 對中國前主席 江澤民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 五名中國前任高官 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個人涉嫌 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 這將使江澤民 如果走往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回嗆 拿國家送禮指示 將去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 這叫主命的絕 中國很假笑 他說要保育熊貓 請全國之力 結果另外一方面 你在台西藏人 海西藏得來的 達賴媽媽 就要帶一庭人 走在印度去住 為什麼 要老爺的政 中國人現在 不光是把西藏人抬 他還大量中國人 進去跟你沾 沾到你不知道你什麼人 自然以後西藏人就不見了 用人口沾到你沾就好了 台湾人最假笑 大家族群融合好不好 當然不好 人那些照是要跟人家假笑 跟大方說什麼 你沾到人家照 你很快被我們逃到不知道人去 台灣人就從此 從地球上消失掉了 沒有台灣人 所以北部才說 不要叫中國人 不要叫外星人 是這個原因 你勞你的政 勞M174的後代 你對這個事情 你沒有警覺性 你的種族就被人家滅絕了 種族滅絕 是世界上的war crime 是戰爭行為 以前猶太人六百萬人被殺 1951年的時候 現在說什麼叫做定義 什麼叫種族屠殺 其中有一個動作叫 Forcibly transfer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把你的小孩送給當受教育 我們現在就做這件事了 我們去用送資納人教育 先說自己是資納人 再加上保持 再加上保持 我們第一件事 去用台 第二件事 這不是種族屠殺 是什麼 然後黑心也幫他做 但人家沒上去 沒有警覺性嗎 來 我現在沒時間說 我直接講到日本 來 大日本帝國台灣 總的1945年 1945年 明治28年 1995年第一代總督做什麼事 另外 軍政院轉民政院 秉台山後檢免預告 這 第二代總督貴代山 第三代總督南部西里 做什麼事 第四代總督 保甲制度水利世界 第幾到他 你看基隆高雄港祖港 財政二十年計畫 全島北路建設 參租廢紙 這些都是 每一代總督 後來後騰姓名 每一代總督的照片 在這邊 有沒有建設很清楚 大日本帝國預算 要經過帝國預約會通過 你們上網去查 你們會日文 給你上網去查 就可以了 有多少撥款到台灣來建設 來 1895年1945年 我直接跳 這些到天天治郎 特別是這個時候 為什麼 因為天皇 王代子殿下台灣行來台灣 那時候有人寫信給天皇 說你不要來這麼爛 結果這個總督回憶封信說什麼 台灣的思想惡化 是因為東京學生被 在台灣沒有多少個人 他們是社會主義 你不要太在乎台灣人 大部分都是忠實、順良 你有沒有覺得這句話很奇怪 過去大清帝國 統治台灣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台灣人 男無情、女無義 不敢 結果日本人眼中看台灣人 是忠實、順良 為什麼 你統治的好 北部一代一直少年 說日本時代多好都多好 我跟你講 女生 如果你丈夫對我好 我幹嘛跟你換 對不對 我照顧得好好 我們感謝 這個人是勉強不來的 這過去的台灣人 過去的台灣人 世都這樣 日本時代的台灣人 這都流美歐美的 每個都很漂亮 你看 女生穿的衣服 你們在座女生 搞不好還沒有他高級定制服 這是杜聰明 高雄醫院院長 還有創辦人 高雄醫院創辦人 過期的台灣人 1920幾年 30幾年的台灣人 是穿什麼穿這樣 過期的台灣人 受教育 1940年 學生932525人 平均 教育普及71% 以達先進國家之列 在1943年的時候 到後來 台北帝國大學 電力1928年成立 日治史在台灣 留學日本 風氣相當盛起 1945年統計 曾留學過台灣人 重計20萬人之譜 20萬人留學 過期台灣人是成這樣 這他留學 你看 鹽水龍什麼什麼什麼 過馬上洗 這給我穿一下 你看 他們都在U of Columbia 有沒有 各種國家 那裡有一個人出不來台灣 就是什麼 不條件 我那時候講說不條件 為什麼說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結果去查他的同學錄 你知道怎樣 因為他們都在政治學 到背後去做 南京政府外交部 那你一本人那招 南京政府外交部 背叛大日本帝國 這很明顯 所以後面他會講那句話 我說餘虐就是這樣 這個查你們都會看 你們這些 我待會用的照片 都是從網路上抓出來的 他先要給 那個誰 OK 幫我放那個照片 那你們才會看 1885年 在日本還沒來之前 那時候 馬街來台灣那時候 傳教師 曼水寄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算是35歲 做完工之後 什麼都死 35歲就是 你看 很可憐 平均算的35歲 你們現在都談到了 主日學 我來說中國南臺灣就是 啟聲啟廟抽水澱湖 就是這幾項而已 沒有其他事情 滿七斬就被淹水 過去的臺灣 這是什麼 檳榔西施 阿嬤做檳榔西施 過去不會檳榔 所以台灣檳榔西施就叫阿嬤去做 阿嬤上的檳榔人口下降 不用董事基金會了 我們都找檳榔辣妹在搞什麼 當然是這樣 你就找阿嬤去買 保證不愛吃 西鄉重道牡丹色事件 那時候有那個出草 你看高山做的 他們被順服之後 在股上面都掛什麼 不是菜頭喔 人頭 那都是人頭 一個一個人頭 你看他們園遊會 好不好 在慶展的時候 你看婦女在這邊跳舞 日本軍官在這邊 小孩在這邊看熱鬧 你看婦女手上拿什麼 人頭 那個叫人頭 OK 你看 部落 日本軍官 每一個人 兩隻腳中都放一條 都是人頭 所以洗澡都要特別小心 這個那時候高山主殺到學校裡面 他拒絕 別這樣 一個日本老師把這個 你那生的糞坑裡面 把他救出來 其他都是太殘忍的照片 不給你們看 生還者 後來慢慢接受教育 想到教育 就開始 就不一樣了 你看 日本第八連隊進入台灣 一百九年 小孩子開始畫畫了 彩色蠟筆畫了 你看 那些女生 學校 他們都比在座各位漂亮 有氣質 第三國路的 抱歉 第三女高的 我們阿公阿嬤那個時代 第三女工的女生 真的很蠻好看的 你每個去檢查他每個 是不是又氣質又漂亮 穿衣服又是乾淨又整齊 照相都很 對不對 好看嘛 那過去的台灣人是這樣 現在都不穿什麼 現在是怎樣 被資料那名尬出來就變成這樣 北宜女的家政採訪課 在哪裡 公會棟 台北公會棟 台北市市民 一個人捲一塊蓋出來的 公會棟裡面 有冷氣 有大廳 你看他的廚房設備 在1920年3年 那時候就像這樣 有冷氣 有撞球台 西山廳 這三山路 就是有一個快速道路 兩邊的中速 再來慢車道 這是什麼 什麼時候的棒球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不是什麼紅葉棒球 公園可能用酒頭 用茶去講 沒有啦 台北市的 OK 華山小學對抗南門國小 那時候台北市 手邊有幾百張 台北市各個小學 全台灣各個地方 大到小小小小 對抗賽 國中高中大學 不是啦 那個地區 地方人士的棒球照片 每一個人都有 頭服 都有帽子 都有制服 都有手套 都有棒球 棒球棍 沒有在欠 都有對齊 有教練 這是正規的編制 所以最後才有可能 打到K弄去 打到日本的甲子園 的冠亞軍賽 你沒有從基層這樣打起來 不會到那個水準 台灣那時候有 軟式硬式棒球比賽 到處在比的 以前台北市公車 日本時代有公車 台北神社 超山 見宗的學生 我超級有 他以前見宗的學生 是誰的 專家和服 可以這樣 合作嗎 不是耶 台北市 館前路走到哪裡 台北車站走到哪裡 台北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 蓋博物館 知道嗎 只有他的領土 他才會幹博物館 對他的臣民 才會做這種事情 榮丁 就是現在橫陽路線附近 這是過期的送品 這是不是最近的 日本時代的送品 這樣 白頭的北九的車 以前的 Live Magazine上面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附近 台北車站 Live Magazine 這樣 明治橋 是在沙發 北車站 那麼大地方 在沙發 那個電視橋 也在沙發 那時候 不見 你現在還沒看 伊南 北車站 那時候 這現在都是阿祖極端了 1931年 你看這什麼 台北工會長來擺國標舞比賽 國標舞 你看每一個人穿衣服 都比在座還要講究 你說阿媽 阿祖那時候穿衣服 你看每個人打扮 設施到你看 你看那個樣子都知道 美女嘛 穿衣服 男生也是穿得漂沛 你看我找到鄉下的鄉下 像他幼稚園都這樣子 都有特殊 新特 台中 台中 我要放影片喔 我讓你們看快一點 天皇陛下來台灣行的時候 台中的香蕉出口 你看人會穿衣服 那時候穿衣服就這樣 台中 台中神社 你看 那時候台中的人 你看 可愛齁 那時候臉書都比現在更好看 我們現在很可憐 你看 豐原家鎮 上採訪課 你看 嘉南大俊起工當天的照片 嘉農 台南 彰化水源地 每一家都有自來水喔 台南女中的照片 台南女中的照片 你看 多整齊 看 乾乾淨淨 頭髮都整整齊齊 座有座樣 站有站樣 你看 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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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軟式棒球 全台灣各地在打野球 原油會 原油會 水產 高雄水產試驗所 學生 你看 出油是開車塞車去出油的 你看 屏東試吃會 便當試吃會 排中婦女會 你看 小朋友穿的衣服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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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以前是本時代都是這樣 這是 屏東 不是 不是 那個是 台東 這台東的小 市區圖 這是 廳 澎湖 來 放影片 台灣 是 我 是 是 我 是 我 是 是 是 我 日本領土 中 只 一種熱帯 及 安熱帯 台湾 現在就是 年4月17日 台湾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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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日本不適合 台湾貴族 潘帝 台湾貴族 臨時 後 イギ Bond 主 aware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訊衛生整備 智水灌溉裡班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改革或軍事方面都不會用你去做 王室一世同仁的恩責 你們看影片都要觀看影片 能夠有夜景 你可以有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就是電線電藍才可以有夜景 才會有霓虹燈 都要用到電 過去台北橋 1911年8月 有大台風 看這個機會 過去大台風 好的廚房 開始 留下層門 大臣領域地 三線道路 都要設計 理想的都市計劃 都要設計 全市外面目 一新 中間 都要設計 有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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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的中心 有交通 中間 有交通 台北市的中心 台北市的中心 第一市 藍燈屬立國 光徒武裝賣機 中央演技 可以演 鐵道部,遊政部,立民的台電知識會社 台灣電力知識會社 中國府的樓盤 過去就起這樣 過去一分時代 中央の宇宙は ああ、新たなる リウムの光 そこに我らの心の痛む 聖徳寺から 北部一帯に私達並んでおります 台湾都市は機械あるごとに 在来の旧式な建物から 近代的文化建築に移つつありますが 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 著しい変化が現れております しかも一般に 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 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 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 淡淡たる大通りは 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その人道は 我が国においては 他に例を見ない 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 この地のカードは 駅道旅館 他の旅館 地下の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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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北エディ レバー車 車座 他の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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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クシーがあり 人力車があります 人力車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 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 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 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 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この名字橋過季後に移山 あの 当時は表山道 北京山道 北京山道 やっぱり嫌悪 台湾人者は 台北の北山にそびえている 天津 何も言わ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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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の地位 地隔通地一定 健康在最高 台北方の地位 時期 台北方の地位 台北方の地位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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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主人和全民戇群 去走走 現在中國人讓他们走 你不才會說話直接滴腳 肯定要滴腳 你這麼不讓你看 什麼叫滴腳 殘子一千年年 靠近 先別人再滴腳 我才會拔脖子 一般的這種百姓的叫拔脖子 因為貴族到要打開 現在沿著淡水河 可以這邊稍微跳一下 北投溫泉 過去都建設北投溫泉 現在還要留下來 重量的休閒 重量的休閒 淡水泡布球場一整天 真漂亮 新竹地方 北部台湾中最古から開拓 開拓 開発 約300年 日本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新竹は 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の 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 5月6日に 水泥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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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計劃特定 輸送袋 喔 過去了 剛剛漸進了 後來要Buck起來 要吃一些東西 特選 台中 他在有小金庫之陣容 台中突然就漂亮了 漂亮 路正面 竹生前 緑川 柳川 西流 柳川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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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港市 Vital 台湾 入口 外野 有些人在那裡有很多草莓 是有很多草莓 生產的草莓 草莓、果実 是30種種上 山額也有2000萬元 也有到達到 周圍的白山 常常珍珠色 這水是水圧的汽管 通過 提升的電汽管 10000公里的電汽管 臺灣的所有電力的供應 最佳來 臺灣電力貸電 臺灣電力貸電 27萬千萬 天力 工業臺灣的原動力 工業臺灣的原動力 逆進臺灣的境外 他の進展は 臺灣最大唯一の 動力供給地から出發 來啦 在這邊叫一下 那時間很大叫 正成功の旅渡中心 納豆 阿里山 跳一下 林木方面的 介紹 家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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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集散地 來跳一下 堂柴 航業是一本時代 建立起來的 臺灣的航業 河域總督時代感染 帝國智唐出世衛所 智唐之後又結入 運輸的 港町 你那個時代就是這樣 來追 他還有研究所 實驗室 何zzle 那些人 海南 北 東韓 港 南 南 北 東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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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跪跪 機械化啦齁 超級矮的 這操作農作啊 砂糖原料給心煉乳 半頭 這都會受到影響 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增加 一人当たり13km 日本的砂糖消費高 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增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 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 いまいちの 工場に送られて1関門の浜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 東日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 燃料国策 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近時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が 分けても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 再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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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實驗室 好 都汝山頭 珊瑚潭不得止 正在跳一下 主要是供應 那種龍座也當13隻那種 算年輪座是這樣的 來 再跳一下 包裝 卡丘 這邊也跳一下 好 它再 你看 包裝再加藍槓都是這樣運輸 運輸起來就這樣 運輸起來就這樣 台灣南部における最重要的 南方的高尾港は 台灣重要的離立帝国南西 高尾港は近日工業都市としても 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 今後のカカオの躍進は 決して待つべきものがあるのでありましょう 台湾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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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高尾 是台湾和台湾的航路 不思认的豪華版 台湾和南方開発的 国策指名追考機関 新建立了台湾卓色会社 移民招致 未開地的開拓 免賀の栽培 卓色金融事業等 主持拡散 台湾にはまだ開拓のやつが 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 台湾卓色の指名は1人 台湾島内のみながら 男子内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出し 法人発電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指名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内外無線電話 内外航空は北京大阪福岡と 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 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 産業と経済難信国策のため 我々は巨国一致で追考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東京においては大学専門学を卒業した者さえもいる有様であります 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者もおります 心無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 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 我らも日本人だ 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 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 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台湾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我今天上歌からこの台上で 今回はまた 皆さん風にやってくれます ではま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今日の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